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一个是准备向山前的前辈 尽管年龄相差的有点大 可是两个人同框竟然没有一点违和 反而比正常的情侣年纪还要有感觉 目前市场杂志秋冬封面的 最惊艳的就是周迅跟王一博这一组了 他们这次合作的主题是花的游吟 讲述的是故事一个成熟优雅的女歌手 沉醉于自我的音乐世界 一位阳光帅系的调酒师 习惯于注视她的一举一动 在这个小小酒吧里面 她们似有若无的情感 如同是音乐一般的自然流淌 而当未来的机会空门的时候 她和她又将如何选择呢 三张照片就已经脑补了好几处大戏 指尖的碰撞 嘴唇和喉结的热火就是经典 若有若无神秘感和荷尔蒙一触即发 你可以想象 隔了差不多两轮岁月的人 甚至是可以是儿子和妈妈的距离的两个人 来电来的那么的自然 没有一点的距离感 姐姐跟弟弟的火花就这样展开了 杂志一出啊 10分钟销量10万加 20分钟销量20万加 目前销量已经突破了980万加了 并且还在持续的增长当中 除了王一博和周勋本身的流量之外呢 还有本次大片的亮点确实很吸引人 这质感确实很牛 两个人合作的感觉呢也确实绝了 这次拍摄呢让大家感觉到了 王一博话不多 年纪轻轻的 但是面对于影后完全不切 自信淡定 他就是未来的一匹黑马 而周勋作为前辈呢也不令刺驾 优秀的人在一起 怎么会产生优秀的作品 这次的合作呢 绝对是可以用惊叹来形容的 虽然两个人在不同的岁月周成长 也经历着不一样的改变 可是同样是美貌才华俱佳的两个人 开始有合作愉快就已经赢了 也是当代粉丝和王一博都非常自觉具备的精神 也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吧 为精神买单 周勋王一博这款值得绝对拥有的 不过呢有时候看到王一博这么累 大家真的是很心疼 这不在之前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王一博跟周勋两个人合作出了一个封面预告 周勋作为娱乐圈的老前辈 有着很强的自力 现如今呢 作为新人的王一博 能够跟周勋很快的大事合作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的潜力和实力了 所以大家就王一博和周勋两个人的封面预告 都对王一博毫不吝啬地拿出了夸赞性的语言 王一博有挑战新角色变调酒师 然而呢 很多人只看到了王一博表面的成功和成就 却没有看到王一博在背后默默地付出和努力 王一博在这个一出封面的预告之前 化妆的时候呢 画着画着突然因为太累 在化妆台直接睡着了 连化妆的间隙都能够睡着 也说明了王一博真的很辛苦 工作强度太大了 当醒来的时候采访着 就随口和王一博说了几句话 而王一博呢 因为刚刚醒来的颜过 整个人还有一点懵 看起来可爱至极 随后呢 王一博便迅速地端正自己的坐姿 两手撑在了双腿的膝盖之上 对于采访者开始回答问题了 让采访者都没有想到的是 王一博居然自爆出了演戏时候的心理阴影 王一博表示 吃丛子的时候 心里真的是有点不能够接受的 但是真正吃了之后呢 觉得比想象当中要好一点 这么认真努力的王一博 想必以后也会越来越努力 工作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有一点慕容之意的事 也拼命敬业的王一博 同样会越来越出色的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